youtuber九妹于本月初遭查或涉毒 随后拍片道歉 坦承在国内外有数次吸食经验 消息震惊各界 说九妹依旧持续更新频道 但有网友发现 他似乎受到舆论影响 导致陆续释出的两支影片中 都未出现业配内容 距离大麻风波两个星期后 近于九妹推出了就是要对决的最新影片 这次邀请艺人阿达合作 特意飞到日本东京 拍摄天赋罗评比的内容 影片中也终于出现业配片段 上线三个小时后 就累积了8万次观看数 看人气已逐渐回升 对此有网友开算表示 影片早就拍了有业配也不奇怪 而重视粉丝择护航表示 就算早就拍了业配内容 厂商也有权利抽调 因此这就是业界人士 对九妹专业吸引的肯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